好,那我們再會記者會排隊就先進教練談一下今天的比賽 這場比賽對於台康定義來講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今年賽季 在前面的戰績在這場之前可能是六勝六敗 但是我們有一個事情是可能比較被突顯出來 就是我們在課場勝率是比較低的 那我們今天能夠來到這個海神的主場 然後能夠贏球隊來講大家都非常興奮 也別具意義 證明我們今年的台康定義是一支 不管是主場能夠贏球 然後來到客場我們也可以贏球的一支球隊 甚至面對到去年的冠軍隊 我們現在還是有能力在客場贏下他們 但上半場我們一開始可能守不住在海神隊這邊的外線 因為他們在上半場的外線命中非常高 我們改變了三二的區域防守 當然在那一段時間收到的成效 特別是在第三節 我們打出一波31比17的攻勢 然後逆轉了基本板上的分數 當然第四節一度我們領先到雙位數 在幾波的對位上面 又讓對方有很多三分開open出手的機會 當然那幾次海神有把握住 今年對於台康定義來講 在第四節甚至最後兩分鐘 是我們一直要去面對 而且必須要去解決的一個課題 因為我們往往在最後兩分鐘的時候 我們的球員身到第四節的時候 變得打球會變得比較狙擊 放不開 然後他很依賴良將 那今天很高興在最後面 聽到一個台詞 鼓毛回家 送贏回家 這個聽到還蠻開心的 對 那我希望他以後 常常都送人家回家 對 那我覺得今天最後的本組 阿瑪他們有跳出來 甚至不管是翰森 像韋盧 他們都有在最後進攻的時候 在24秒 即17塊到時間的時候 他們都敢去勇於去處理球 甚至把球送到籃光裡面 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年 這場比賽來講 在跟相對前面幾場 每一場 不管在客場 或在主場 然後特別在客場的部分 往往都最後輸三分 好 我們今年輸九 可能都輸在這三分 那都輸在一些小細節上面 那今天一度被對方追到 僅僅只剩一分 那站臨回來的時候 發現我們的球員 當然交代完畢之後 那他們可以很快 去調整一個心態 然後再把這個積分板上 分數稍微拉到一個 比較安全的位置 那我覺得今天 這場比賽 勝利對我來講 非常重要 然後在此我們也克服了 就是第四節 我們比較放不開 然後比較會犯錯的一些小細節 我想在今天這場比賽 特別到最後關頭的時候 我們做到 對我們做到了很大的改變 謝謝教練 那捷魚也分享 那今天下半場 首帝兩顆當地球 滿關鍵的 談一下自己的表現 謝謝 呃就是 我覺得就是上場 就是把該做的事情做 然後 夢珠家人也常常在練習的時候 就是告訴說 不只我 或是我們全部喜歡 就是說 看我們想到就是 果決一點做出手 我們今天的比賽 上半場 防守出現 一定的問題 就是讓他們的 三分線的命中率 非常高 然後到了下半場 我們持續加強我們的防守 讓他們的 三分的命中率下降 然後 第三節有贏到 十幾分左右 然後我覺得我們今天做的 最好一點就是 像夢珠有講說 我們要克服第四節 被逆轉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繼續保持這樣的情況 然後 到租場 然後 希望在年前可以拿下 二連勝這樣 好 謝謝董寶 你有問題了嗎 來 那個教練 我想問一下就是 今天還蠻多球 是由阿修羅去做 跟 兩個大總共做 海樓搭配 但是發現 傳球上好像 這樣溝通好像還是沒有那麼清楚 可以針對這個地方造成 其實我們 這兩週 自從 拖拉加入之後 我們看到我們在 台康列印這邊是 拉拉三 然後加上阿修羅三塔的一個陣容 那當然進去 絕對是我們一個優勢 那我們希望 在每一場比賽 都能夠把握這樣一個優勢 那 其實在訓練的過程中 或是我們一些戰術的設計 都有針對這種 high low的一些配合 去做到一些走位 甚至傳球的路線 那今天當然在這個區塊 還是有很多事物產生 那當然也是我們未來 要去修正 然後甚至去改進的地方 因為畢竟賽季還非常非常長 現在是地勤賽 那我們後面還有非常多路要走 所以沒有環節所做不好的地方 我想在下一週的比賽 我們都會透過影片跟練習 的時候來做到一些修正 那阿修羅的心態還好嗎 沒有問題 因為當下他坐在地上的時候 我也蠻緊張的 但是後來經過我們的防部 他們去處理完之後 又馬上跟我講說他已經OK了 所以我就知道 他已經stand by 在bench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大礙 謝謝教練 教練 有問題的嗎 可以參加這場外星球的表現嗎 那當然 今天他們做得非常棒 那其實 我也替Jerry感到非常開心 因為其實從跨聯龍的時候 他打得相當不錯 甚至熱身賽他也很有表現 那其實在真的賽期的時候 他可能給自己的壓力太大 然後在球場上可能有一些猶豫 特別在外線出手 頭與不頭之間他做了一些猶豫 所以導致他在球場上面 把他做第一時間的主力球的選擇 那其實剛才提到 其實我們在練球 平常訓練的時候 都會去提醒我們的 有外圍投射的球員 然後我對剛剛講說 現在你們有很多機會 因為我們進去有很大的優勢 所以當他們 inside要出來 或是戰術的走位的時候 你三分有wire open 有空調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去選擇 毫不猶豫的出手 因為畢竟如果你不做這樣出手 然後要傳要投之前可能防守 又隨之而來 所以你可能就沒有掌握到 第一時間處理球的機會 那大頭今天他確實有做到這件事情 也幫助球隊贏球 那當然阿茅對於球隊來想 其實從不管是跨聯盟熱身賽 甚至到正式力挺賽 他每一場都可以在屁股端幫助球隊 做出很大的貢獻 不管進攻端或防守端 甚至在自己得分 甚至串連球隊的進攻上面 都對球隊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他今年的 Rookie來講 我講他應該是 我看過現在 表現最穩定的新秀 不管在哪一個聯盟裡面 每一場比賽都可以幫助球隊 做出貢獻 那當然今天 在關鍵領先四分的時候 他那個壺頂的三分 幫助球隊 確定獨家比賽勝利 我覺得他的抗壓性 已經很明顯 不是一個Rookie的心態 對 謝謝教練 謝謝 好 謝謝